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胖海海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06年的马自达 MX5 米亚他 外观是一个 Winning Blue 蓝色 整体车是这样子的 先看一圈 然后一般这款马自达买的话 它是要么就是软顶 要么就是那个机械硬顶 当时买这辆车是因为看到它有这一个硬顶 它是跟这辆车一起来的 所以比较吸引我的点就是这个硬顶 然后平常有这个硬顶的话 它就跑高速会比较安静 然后也不会有那个漏水的问题 后面这里是自带的一个小尾衣 然后我在这个尾衣上面钻了三个孔 然后用一块铝板 拆切出来的一个黑色的加装的小尾衣 不是很大 小小的 但是就 点缀一下吧 这车主要的两个颜色是蓝色跟黑色 然后再到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气管 排气管它原装本来是双出的 然后我换了这一个ISR的Muffler Delete 它现在是没有消音器的 但是声音也很好听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毂也不是原装的 轮毂是一个16寸的16乘8的轮毂 然后offset是20 就往外走20 然后轮胎前后轮胎都是一样的 是205 45 R16 是Toyotire 然后我比较喜欢车镜子上面贴一个这样的圆形小镜子 然后方便看到车变现的时候 能看到有没有盲点 有没有车 然后轮毂上面 安装了这一个黑色的螺丝 本来原厂的螺丝是银色的 然后加装了这个长色的 长的黑色螺丝 领的时候会比较好拧 就是装轮毂拆的时候 然后刹车卡前是喷那个黑色 跟车上面黑色的颜色相呼应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玻璃上面 我还贴了一个小的温修sticker 温修decal吧 写的是daily driving 因为这辆车以前就是我日常开的车 现在开的比较少 然后雾灯上面是贴了一个黄色的膜 前面贴了一个小的软的防撞垫子 因为车太矮了 经常能蹭到 然后 马自达的车标也用个熏黑膜的贴了一下 自己贴的 车灯的话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比较糊的那种 塞的像白内障一样 然后我给它两个车灯都打磨了一下 然后贴了一个灯膜 就是那种软胶的膜 然后现在就不会被晒成老化的那种颜色了 前面的轮胎可以看到已经是光头胎了 但是里面是有胎纹的 只是这里之前磨的外面 那个alignment做的不对 所以磨成这样子了 然后车里面可以看一下是两张皮椅 这个换挡杆换了一个 这一个金属的换挡杆 它重一点 所以入挡的时候呢 它会带一点力 就很容易就是 就入挡的时候手感会更好更顺手 然后这里装了一个小表 装了一个仪表 是那种一倍买很便宜的那种二三十块钱仪表 就是能够看一下车上的码什么的 就是有什么错误码什么的 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现在调的是看油温 因为它本来这里中间 本来已经有一个油压表了 所以那里调的是油温表 显示油温 然后中控这里 把原来的那一个 把原来的那个音响换掉了 换成了一个这样的屏幕 然后它现在有那个卡配的功能 如果插上线的话 它就可以显示那功能 然后这里上面贴了一些小贴纸 点缀一下颜色 副驾的椅子上面有一个灭活桶 假装了一个灭活桶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吧 这个是硬顶灯的开关 然后镜子上面还挂了一个小猴子 这个是沾手机的 然后车里有一个遥控 我们来看一下 发动机 然后发动机是原装的2.0发动机 没有什么改动 就加装了一个这个K&M的进气 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车上的剪针也是换了脚牙 还有这个车门上装了这一个车门的不行 它是一个硬塑料的 原来那个是软塑料就用手捏它能捏变形那种软胶 像这种软塑料一样 这样能掰变形的 然后因为这个车是一个开盆嘛 就是没有顶的 所以它刚性又会比较差 然后它原装的这个是一个软胶 要跟门接触的时候就开车的时候 你拐弯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门可能车体刚性不太行吧 它就会发出一点声音 然后装了这个之后感觉车门就是比较紧致 然后全车的这个玻璃贴了一个30%的膜 车买回来的时候就换了一套脚牙避震 把车身的高度降下来了 然后四个轮子 现在alignment是根据那个FIMIATA的那个alignment specs 做的alignment 日常开的话很舒服 然后 还有车底下能看到一些后面的lower control arm 也是换了可以调camper的那种 因为降低车身之后那个camper就 就是轮骨的轻角就改变了嘛 所以需要一个那个调camper的这个lower control arm 然后还前后加装了这个FIMIATA的sway bar 还有endings 那个endings可以调那个sway bar的长度 因为车身降低之后原来那个sway bar太长了 车身在拐弯的时候就 反应没那么好 所以换了一个sway bar跟endings 比原装的粗一点点吧 比原装的粗一点点吧 然后车身后面这些原来银色的质体也给它喷成了黑色 跟车身的颜色比较搭 然后这个原厂的长天线也换成了一个这样的短天线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辆车打车的声音 它也不是很糟的声音 它比较低沉 而且声音听得比较浑厚 现在车着了之后油温表 油温表现在显示是230度 然后下面这里有个电池的电压 好 我们现在去开一下吧 我说一些变远的电池的电池 冬天远的电池 《电池的电池的电池的电池》 我们现在在靠有数 ḥ 我把电池的电池打出来 你不用洽用车的电池 这是一部电池的电池 对方小的电池 最后有没有点 在电池本电池 最后外面 一般平常开,我都会开着窗 比较舒服,风吹的 但是有时候夏天实在太热了 跑高速的时候我就会开空调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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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关上窗子后其实声音还可以不是很臭 但是毕竟是个开风车嘛 然后上面这个钉 那些连接处经常就会有那种异响 像那边那个黑柱那里 经常就会有些异响 然后上面这些门班 他就会像特别是过那种红丁的路 所以最后再过去 这就是红丁的路上 还会在交流中 其实就是红丁的路上 看来是红丁的路上 每个人都可以留下来 这只是红丁的路上 又是红丁的路上 也就是红丁的路上 都好看来 这只是红丁的路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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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